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土豆大王林凡的100种奇奇怪怪的土豆做法 今天是第三种奇奇怪怪的土豆做法 是什么呢 现在还没有想好名字 但是我就想着要用鸡蛋和土豆一起来制作一个 然后这道菜也很简单 然后我的想法是很简单的 不知道做出来效果如何 然后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我们现在就开始动手搞它 第一步还是削土豆 削了三周土豆 这次就一个土豆就够了 就是重点就是那种单身餐的感觉 就是单身又有创意 我的土豆已经削好了 现在要切它 这次切个什么形状呢 这次我打算切点不一样的 就是什么都来一点 弄个土豆家族 比如说有这种片的 还有把它切成丝的 毕竟我们单身一人 那土豆的种类就还是要很多嘛 给它塑造一些多种多样的互种出来 铺条铺片 土豆块儿 土豆坨 好 一坨 ok 然后下一步 就是打这个鸡蛋 可以 ok 我们打鸡蛋并不需要打蛋器 只要一双筷子 只要一双筷子就可以打鸡蛋 鸡蛋就是说手速要不快 你看 把它这样缠起来 你看打到这种起泡就ok了 行 鸡蛋也打好了 切点葱花 这个葱花我们今天就取它的中间部分就好了 白的呀 绿的呀 都来一点 然后小米椒也 小米椒真的 就就就就被一把这个厨房剪刀剪就好了 太大了 切了手 就说切了眼睛弄到脸上就很痛 怎么弄也弄得好 好 这只需要三个板 很简单吧 好我们现在要转移战场 小厨房 我来了 我们现在用这个平底锅 先把鸡蛋给煎出来 然后把它摆在我们的那个小碗里面 挑选一个 挑选了还是这个牌子小猫咪 小米子 好 加油 来来来来来 鸡蛋狗里豆 放这儿 然后现在用这个烧好的油 再把我们的这个 土豆家族里面的土豆坨先炸一下 不大一坨炸到和年和月了 哦漫长的等待要把这个土豆坨炸好 为什么我怎么想的 要各种土豆家族聚合在一起 调块鸵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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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差不多了 这时候就下入我们的这个土豆家族的别的仔蛋了 好了 看起来就很不错呀 你看 又是调又是揍的 看没 我盛出来备用了 再把这个鸡蛋继续让它蓬松起来 看它又逐渐又蓬松起来了 看我的鸡蛋已经就是说 蓬蓬到了 煎得特别的好了 你看像棉花糖一样 把它反一面再煎一下 看没我的鸡蛋弄得多好 好了 我们这张鸡蛋饼就摊好了 这个时候 就把我们的 啊 我知道了 你看这个就是被子 然后 这些是土豆仔一 土豆仔二 三 就是一群土豆仔 一起在这个被窝里面玩耍 然后这个被子就把它们冬天暖洋洋的包裹在一起 盖好 给它们盖好 盖好这个被子 然后呢 再给它们点玩具 你看 红玩具 绿玩具 蓝玩具 给你们一点玩具 最后就把这个盐呢 你看 把这个盐当成雪吧 然后它们下雪了 哇好开心 叫红包了 叫红包了 对对对对 不错 红包鱼 红包鱼 土豆大王临凡的第三种土豆奇奇怪怪做法 叫做土豆被窝 在这温暖的黄黄的被窝里 尝一下 这个特制的菜 把这个被窝也吃一点 尝一下鸡蛋感觉怎么样 太香了 赶紧吃完 太香了 乖 很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